第375集 矜持小鹏王持大荒鸡而立 同体惨弱黄金 而大荒鸡却漆黑如墨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两者沙翼合在一起 如汪洋在波动 而在他的身后 十万八千箭 全都树立向天 箭气冲销 将他衬托得无比可怕 雄剑的身体 拥有一股狂野的杀性 空的一刃 叶凡祭出自己的顶 两寸多高的顶 快速放大到一米多高 取代离火神炉的位置 悬在他头顶上空 这尊顶 古朴而自然 并无杀气 给人以道法自然的感觉 像是在缠书着天地间的 道鱼里 顶中有丝丝缕缕的玄黄锤落下 将他护得严严实实 让他看起来 像是与大道相融在一起 身材雄剑的金翅小鹏王 发似凌乱 充满野性 手中漆黑的大荒鸡 惨烈煞气 铺天盖地 他在虚空中迈步 向前逼来 碰了一声 大荒鸡一阵 虚空都快被压塌了 沉重如山 让人毛骨悚然 像是有生命的荒骨凶手 让人生味 金翅小鹏王出手 金发乱雾 双眉倒树 谋占冷光 直大荒鸡 向前杀来 他像是在举着一座 黑色的大衫 立劈了下来 叶凡 静如磐石 不动如松 头上的顶 孤朴自然 万物母气垂落 如丝涛若雨连 深雨道合 大荒鸡真的太沉重了 力劈下来时 黑色的脊身 将虚空压得扭曲了 如汪洋般的恐怖波动 汹涌而来 就在这时 叶凡终于动了 头顶万物母气顶 深如蛟龙 身躯微测半转身体 避过黑色几刃 深窄右臂 挥动金色的拳头 猛力的砸向大荒鸡 他徒手硬汉大荒鸡 金色的拳头 打在黑色的兵器上 声音穿金烈石 让人头皮发迹 发声耳鸣 大荒鸡 发出一股惨烈的杀气 像是一头 被封印的荒手 他坚不可摧 拥有让人心计的魔性 矜持小鹏毛 顺势横展 大荒鸡如冤海 乌光闪烁 披向叶凡 发出鬼哭生蚝般的 奇异魔音 叶凡横移 避过锋刃 双手接印 打向大荒鸡 打 墨盘大的金色手掌 击在了大荒鸡上 发出了一声巨响 这片虚空一片暗淡 空间都变形了 却根本打不动大荒鸡 妖族巨步 激烈出的武器 坚不可摧 他虽然被封印了 但依然是西式兵器 根本不可能被打碎 矜持小鹏王 长啸 金发如朴 闪烁出妖艺的光滑 他持大荒鸡 向前刺来 漆黑的击刃 洞传天地 刺耳的魔音 让人胆寒 杀气 弥漫四野 远空众人心惊胆缠 叶凡 以金色大手拍击 与大荒鸡 不断堵碰 响声害人 两人如生死大波上 大战非常激烈 叶凡起初 并未动用自己的顶 赤手相搏 打得悬光四溢 杀气成天 大荒鸡太可怕了 叶凡纵是慌顾身体 也感觉拳头剧痛 如今的他 还打不动妖族巨拨的兵器 他们从空中打到云层上 阵的云朵都溃散了 而后又降落在大山上 大荒鸡沉重如月 在山峰上砰了一架 就一下子将山巅的一脚压塌了 隆隆坐向山石滚路 两人打到了连成片的湖泊群间 滚石大浪卷天 湖水倒灌向空中 成为一片水泽 雾气迷蒙 叶凡一拳轰出 打得漫天水气消散 大荒鸡震产连连 从空中到云间到地面 最后他们又打到了天上 大荒鸡的磨威越来越盛 像是可以压他天穷 蒸蒸蒸的 突然间万箭齐鸣 箭气如烈 洞传云霄 十万八千箭齐鸣 金氏小鹏王的身后 十万八千鹏羽箭齐出 残弱神红 冷气逼人 让远空众人都如嘴边哭 数不清的箭气射出 横扫向前 劈杀叶凡 非常突然 无边杀气如惊涛拍案 很难躲避 这是天鹏族的杀生大术 如果是一般的修士 必被斩碎 无尽剑盲撕毁一切 根本不可能挡住 不过 叶凡一直有防备 没有轻易的动用顶 就是怕他袭杀 悬在他头上的顶 清真 万物木器垂落 形成玄黄连笼 遮挡在叶凡的身前 强强强的 上万道剑气刺来 皆打在了 丝陶般的玄黄器上 几乎全部崩碎 欧右冲过缝隙的 也被叶凡的保体滑解 哄了一声 精致小鹏王 浓眉倒数 高举大荒鸡 用力的劈了下来 这一刻 防若天崩地裂了 像是有十万大山 镇压下来 当的一声 这是大荒鸡第一次 与叶凡的顶碰撞 震耳欲聋的声音 让虚空都在摇颤 恐怖的波动震射十方 远处 很多小妖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不少人栽倒在地 这惊天一击 让他们都受到了波及 金翅小鹏王长小 乱发飞扬 气势陡声 手持黑色的大荒鸡 采烈虚空 大步前行 等等的 他手持大荒鸡 不断力劈 打向内尊顶 他要气冲天 害人心神 神威动地 金翅小鹏王永不磕挡 挥动大荒鸡 将叶帆劈出去 数里远 打得万物母气 筑成的顶 不断地摇动 他得势后猛击 想要一举 攻破叶帆的防守 劈杀进去 如今 万物母气 虽已锤炼成顶 但并没有 交织出大刀烙役 离几刀武器 还差得远 只是足够坚固而已 金翅小鹏王持大荒鸡 不断力劈 威势滔天 同一时间 他身后的十万八千大剑 乱天动地 射出无尽剑盲 远空 所有人都骇然 这样的攻势 脆酷拉小 换作其他道工秘境的修士 根本不可能挡住 会立刻成为飞灰 大荒鸡 雄危惊事 惨烈杀气充斥每一寸空间 再加上十万八千大剑启动 这是让人惊悚的杀生大数 叶凡 被大荒鸡 劈出去六七里远 彭宇剑盲淹没了玄黄气 他连连倒退 矜持 小鹏王掌握主动 攻势更猛了 恨不得持大荒鸡 一下子将叶帆劈死 这两个狠人 都可同街为王 这样的激战 超越了他们的境界 矜持小鹏王果然了得 不愧有希望走上大地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可能算是大地之路资格战 矜持小鹏王让人胆寒 如果真的可以在同境界 斩杀一个荒骨生体 将来必成妖地 大荒鸡为风 十万八千大剑为腐 汗天动地 换成旁人早已行神俱灭 天空上 叶帆一腿再腿 他确实处在烈士 不过依然很沉静 万物母七元根是我的 我要荒骨圣血 染红长空 金翠小鹏王眼中充满了疯狂的杀意 狂野无比 射人心魄 大荒鸡 压榻虚空 被轮动下来 劈杀叶帆 十万八千剑共鸣 叶帆腾不开手 主要还是因为那鹏鱼剑 十万八千大剑 骑阵 总会有数万道剑芒动传来 这是不可思议的天赋神术 天鹏足受上天眷顾 这样的杀生大树 只要打出 任你千军万马也要隐恨 无差别攻击 更何况是杀一个人 他并没有祭出利火神炉 黑色的火焰有限 他不想浪费掉 因为对方到了鹏鱼再生 大剑不灭之境